這件事情只要你待過立法院 只要你曾經審過預算 就好像剛才沈大佬所講的 其實只要曾經做過這些事情 就知道所謂的經濟紅利 根本就是一個謊言 這件事情完全是一個空的 所謂的稅計剩餘 是怎麼計算的 就是稅入跟稅出之間的差額 稅入超過稅出 所以就有稅計剩餘 可是我在財委會 省預算這麼多年 在算稅入的時候 其實政府每一年都有舉債的 政府是有舉薪債 政府同樣的每年 也有還救債的計畫 這是第一 第二 當時財政部 在估計稅收收入的時候 通常都會低估 因為只要低估 他們每一年的績效都是優等 因為都是超收 所以財政部往往在 稅計的稅入的計算上 尤其在稅收的計算上 很少有高估的 我記得在馬英九執政這八年 只有一次 是因為當時的證所稅的衝擊 所以證交稅的估計太高了 事實上那一年 並沒有收到這麼多的證交稅 但是在我過去這麼多年來 我所看到的 這個稅計跟稅出的計算過程當中 幾乎每一年都是有稅計剩餘的 除非那一年的經濟狀況很不好 或者是那一年有重大的經濟事件 但是稅計剩餘是存在的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稅計剩餘它不是獲利 它也不代表政府賺錢 因為政府每一年都有舉債的 除非你告訴我 這一年政府是沒有舉債 而我還有稅計剩餘 那代表我政府的確 我的財務狀況相當的不錯 所以我的收入有增加 我代表今年有獲利 可是如果你每一年都有舉債 你有什麼理由告訴我們說 有提計紅利呢 因為事實上你是有舉債的 在過去每一年的稅計剩餘 是幹什麼的 就是把稅計剩餘拿來還救債 或者投入第二年的預算當中 來做使用 這是每一次在財政紀律上 在處理稅計剩餘的一個方法 所以為什麼今天 幾乎不分藍綠的立法委員 聽到這件事情 都覺得是個笑話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筆錢是不存在 這不是從天上忽然掉了一筆 叫做經濟紅利下來的 因為這筆錢過去長久以來 每年都是如此 只是剩得多或少 而每一年都有它政府 在使用上的一些相關的做法 那麼第二我要講的是 這個錢不管你講說 你的稅收抄徵是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營鎖稅 營業稅 這個菸酒稅 剛才大佬也提到 都是來自於老百姓 哪一筆錢不是老百姓的錢 哪一筆錢不是直接稅或間接稅 羊毛都是出在羊身上的 只是怎麼從羊身上拔這個毛而已 所以你不能告訴我說 因為我在眾所稅的稅計 這個超收的稅收沒有這麼多 所以這筆錢就跟老百姓無關了 不是的 這筆錢還是取之於人民 取之於社會 取之於公司 取之於企業 都是來自於民間的 這不是你政府天上變下來的錢的 所以財政部的說法 之所以沒有辦法讓民眾信服 之所以沒有辦法 讓大家接受的原因就在這裡 這個當然朱學恆在陳述過程當中 他自己不是財稅的專業 他也沒有擔任過立法委員 所以他可能不是那麼清楚 沒有辦法很精準的 講到這個問題的核心 但是事實上我相信他所要反映的 就是取之於人民 不是你政府平白無故變出來的錢 但是我要強調的另外一個點 就是說通常在發這個錢 他要有依法來處理的 哪怕國民黨當時在發 所謂的消費券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有進行 這個相關的法案的審議 他絕對不是行政部門 這個天馬行公忽然想到說 我要發錢了 我就可以發錢了 沒有的 送一個什麼相關的 這個特別預算進來 然後你必須要提一個 這個相關的特別法案 然後針對你這一筆錢 你要用這樣的指引方式 這才叫做財政紀律 你怎麼可能會忽然 總統想到或者是行政部門想到 這筆錢就發下去了 而且最後一點讓我最百思不得及且 讓大家最質疑的是 有沒有陳述效果呢 這筆錢你打算怎麼發 我們原本聽到的 不管是不是假新聞 這個方案說發現金 發現金是完全沒有陳述效果的 你把現金發下去之後 他這個錢可能拿來交電費 交學費 甚至可能拿來存起來 所以他丟到了經濟的 這個整個的池子裡頭 可能連連儀都不會有 完全沒有陳述效果 根本沒有辦法刺激警棄 也沒有辦法擴大內需 甚至你這400億說只發一次 還不是每年發 因為其實我相信 也不會每年有這筆錢 更沒有辦法解決真正基層的問題 所以根據這些種種的批評 才會造成說外界對於執政黨 包含執政黨的立法委員 對於他的行政部門 都沒有辦法接受的原因 我看兩位發言人 很認真地出來解釋撿刀槍 就跟財政部非常認真地 去批評那個翟神 朱雪橫 但老師一個好東西 是一樣的 就三個字吃撐了 說實在的翟神 我對他沒有什麼個人意見 但他就是一個聲量 比較高的民眾 他連名義代表都不是 我們的財政部 為什麼要花篇幅 去跟他隔空抬槓 你有時間去發這樣子的文 為什麼沒有時間 好好地跟大家解釋 到底最近講的這300多億是撿刀槍 還是可不可以拿出來發 還是你要怎麼發 所以我覺得他們 完全全又擺錯重點 我不曉得我們政府是不是想說 很多民眾可能跟我一樣 從小數學不好 聽到一些專有的快信名詞 頭一昏之後 就稀哩呼嚕被他混過去了 但其實不是這樣子 歲計剩餘大家都知道 就是預算跟執行之間的誤差值 但是我們蔡政府很有趣 我認為她一直在拿一個話術 她一直在跟我們說 這是107年稅收比前一年成長 她在幹嘛 她在讓我們聯想說是 他們開源節流好棒棒 往這個方向去聯想 可是並不是這樣 為什麼我說它是一個話術 其實你認真去看 107年的預算 本來就預設了這個課稅收入 比前一年多了6% 所以當時就已經多編了 880億億了 換句話說這個稅收成長 根本就是預算之內 本來就要發生的事 不是從天上掉下來 然後可以拿出來發的一個東西 再來剛剛這個幾位都有提到 這個稅就是從羊身上拔下來 只是拔的方法不同 你說營業稅好了 富航豆漿 燒餅油條 有沒有開發票 桃園街牛肉麵有沒有開發票 難道他們是財團嗎 我們去買燒餅油條 我們去吃牛肉麵的時候 我們拿了發票 我們沒繳稅嗎 所以你要把它講成說 都是從財團身上收來的好棒棒 這個說法是蒙不過去的 再來是民進黨立委 這一次很明顯的他們出來表達 他們對這件事情反對的態度 其實大家都知道選舉年快要到了 他們本來是在同一艘船上 可是你看這個行政團隊 一個洞一個洞一直戳的時候 這個船本來只淨一點水 越來越多 真的要成的話 這些立委沒有人會跟著他一起下去 所以他們當然要出來表達這個立場 哪裡不合法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剛剛教授也有講 我覺得最好笑是這樣 財政部國庫署 在三年前做了一個懶人包 叫做三分鐘讓你瞭解稅收抄徵的意義 我還特地把它找出來 這個懶人包現在在網路上面 其實還找得到 三分鐘讓你瞭解稅收抄徵 你知道裡面提到什麼 裡面不斷的強調 當你的決算數跟預算數 有誤差的時候 叫做不是剩餘 不是剩餘 不是剩餘 最後還講什麼呢 最後結論是這樣子 當政府實際的收入 比預估的收入多的時候 然後可以做什麼 不能任意支出 講得這麼白 這個東西現在網路上還找得到 也是財政部自己做的 沒錯 這是財政部做的來人包 大腦真的是一個好東西 為什麼他要做這個 因為剛剛講的這個 歲計剩餘的狀況 不是只有今年才發生 過去連續好幾年都發生 所以當時就有很多民間團體 出來鼓噪說 這個錢應該要怎麼樣拿出來用 或是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那時候的政府 為了要跟大家講說 不行 這個錢我只能拿來還債 或是減少明年的舉債數 所以大家不要這麼不理性 這個錢雖然有多 可是是政府的實際收入 比預估收入多的時候 不能任意支出 所以你們大家不要再吵了 我倒是建議財政部 這個來人包是個好東西 趕快拿去給你老闆看看 他顯然是沒把你們東西看進去 不然就不會有 荒腔走板的這些方案出來 其實他簡單的說 就是說今年稅計剩餘 就是留下來的錢 這筆錢就等於是儲蓄 如果在明年 那麼稅出跟稅入有短差 例如說支出多了 收入少了 這個時候短差怎麼辦 那個短差就可以用這筆錢 來去還 或者是舉公債 或者是向國外借債 它其實就是三個用途 這個是根據這個預算法的規定 我覺得財政部在第一時間 就應該要跟總統報告 每一個新的會計年度 一定有短差 短差為了平衡一定是舉債 這個東西如果下去的話 要嘛就舉薪債的數額減少 對 縮減了 應該是這樣 而不是說去補他 剪刀槍其實就很有黃崇燕的風格 因為我就想到兩年前 那時候我們新北市 在推廣捷電的時候 黃崇燕他就在臉書上PO一個文章 他就說朱立倫很中二 那個中二一出來 大家就不知道中二是什麼意思 然後就開始Google 原來中二是國中2.7的意思 所以你說剪刀槍 其實很多人還是不知道什麼 偉翰 你本來知道嗎 我知道 那你有沒有剪刀槍 我本來其實不太知道 你不會剪刀槍 大概後來你的理解是說 因為我可能要剪刀槍 連你這個年紀都不知道剪刀槍 那這到底是要寫給誰看的 所以就是給一些鄉民看 寫給國中生看的 對 那我在想說其實 寫給中二看的 國中二年級 其實總統府對於鄉民文化貢獻很大 就是他們把鄉民文化發揚光大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也是有對我們中華文化有所貢獻 但是就是你這PO這個文章 的確真的要解決問題 剛剛大家都談了非常多 有關這個政策 對我們來講最簡單就是 如果有人跟我借200萬 他在路上撿到2萬塊 他不把那2萬塊還給我 然後他把那2萬塊包成紅包 送給他的小孩 我一定會覺得很不高興 你為什麼不來還我錢 現在不就是這個情況嗎 你舉再2000億 你現在有了400億 你不去還錢 然後去把他包紅包發給人家 我覺得任何人都不能夠接受 但我覺得最可悲的 就是那些立法委員 對於蔡英文的批評 尤其是像林淑芬 林淑芬說要注意 不要連發錢都發到引起明月 我覺得真的好可悲 為什麼 因為發錢是一件 大家都很喜歡的事情 這讓我想到 我曾經看過一個網路影片 那個網路影片是一個女兒 要跟他爸爸說我愛你 通常女兒跟爸爸說我愛你 爸爸應該非常高興 結果爸爸忽然就想說 你想幹嘛 你又要回來拿錢是不是 你有什麼企圖 我女兒跟爸爸說我愛你 爸爸居然覺得很不高興 這是為什麼 這是因為他們已經失去信任 所以就像蔡總統他要發紅包給人家 結果你為什麼要發紅 你手段是什麼 還有你的目的是什麼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沒有信任感 因為你可能就是要騙票 或者是你的手段不正當 其實這一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悲的 再來就是立委的部分 我們今天中央跟立法機關 行政機關難道是完全都不溝通嗎 你任何一個政策在推出來之前 你都不去做一個了解嗎 怎麼會連你們的自家的立委 通通都不能夠接受 就像蘇小惠講 這好生氣 我都接到那麼多的選民 告訴我不應該這樣子做 政府在推的時候 怎麼都沒有去徵詢這些 行政機關的意見 我覺得這非常奇怪 所以就跟大家講都一樣 我們的政府為什麼 每一次一個政策推出來 然後大家討論一下 然後發現不OK 趕快又沒有這回事 多少政策是這樣 大家還記得機車ABS的事情 本來說要機車加裝ABS 本來利益良善 要保護大家的安全 可是為什麼一推出就夭折 跟這個政策不是一樣的道理嗎 所以我們這個可以說是一個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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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能的政府 黨團群組 我相信應該不只立法委員在裡面 應該也有行政院的官員在裡面 至少行政院 聯絡人要在裡面 他們有聯絡人 他也要去告訴他們的 行政院的長官說 立委裡面有什麼樣的例子 可是有內部兩個字 搞不好是他們自己的秘密全組 黨團的話應該 如果是秘密 應該會再加其他特殊的字在裡面 就像我們剛剛是議會黨團裡面 應該也會有些聯絡員在裡面 大家要知道一些什麼事情 那到底這400億的錢 是為了給這個賴魁要走的一個告別禮 還是說新的隔魁要來 新的隔魁要來他有一個見面禮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這都是蔡英文的一個 提前的一個選舉買票 應該不是新隔魁要來的見面禮 因為看起來跟新隔魁 非常接近close的人 都認為這件事情在胡稿下稿 上個禮拜提出來說 還沒有這些聲音 搞不好大家認為說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法 先講為什麼民進黨當年 2009年他要反對 當時馬英九政府的這一個消費券 因為當年他發了800多億 858億我記得的消費券 經過經建會事後的評估 他整個的效益出來只有300多億 所以當時被我們在野黨的民進黨 罵得要是 說你這個發錢 這是用在沒有用的地方 像我們其實一般每一年 如果有稅收的盈餘 先不說這個稅收本來就是 政府抄真的稅 因為我們有個預算數 你今年準備增多少的預算 結果你就算超收了 這對人民來講這個很痛 這可能就是一個 我被超收的一個稅金 好 那你今天也 要精準一點 不然等一下 有人又要跟你說大腦是個好東西 沒有 他寫了那麼多的 這個什麼所得稅 營業稅 反正都是人民出了錢 人民的稅金 今天我一般來講的話 很少會有會計年度 你會多那麼多稅金 已經連續很多年都 超過這麼多了 可是你看過去10年裡面 沒有這個現象 你有看過去10年的話 不管從民國90幾年到現在的話 這幾年的確是超收最多的 比如說剛剛講的淹稅 以前淹稅也沒有收那麼高等等 好 那你都收了這個錢 那在地方的財政上來講 常常是把為了財政的健全跟永續 它可能會用隔年先去還債 我們現在中央政府 簽了那麼多兆的錢 那你這個錢400多億 當然是杯水車薪 沒有辦法還多少的債 但是你居然是先拿去 發紅包的方式來發 你這個發紅包到底可以 往後看未來可以造成 多少的一個經濟的注意 發紅包就上市2009一個經驗 你發了800多億 結果你只收了 經紀人會說你造成了GDP 只有300多億的成長 然後被痛 所以蔡英文我不知道那急什麼 照理講你現在應該是把這個錢 你去把它用在可以增加 未來生產力的一些公共建設上面 我相信這筆錢出來的時候 交通部也想用這個錢 例如說我可以刺激一些國民旅遊 暖冬繼續補助 繼續補助 你至少可以造成社會上的 一些經濟的活絡 或者我教育部可能說 我的營養午餐也好 或者是我補助一些血貸的利息 所以其實各個部會對這筆錢 都是虎視眈眈在看 我相信他們在提出 一 兩個禮拜前 開始要提出的紅包之前 我相信各個部會都在看這筆錢 連你們高雄市政府 到行政院會去的時候 也說這筆錢可不可以有部分 讓我們高雄市 沒有錯 我記得那一次是我們的副市長 洪東偉 洪東偉其實他是一個財政專家 他是國稅局南部的主任 也就是最大的一號人物 一把手 然後現在被韓國瑜 延覽到高雄市政府當副市長 因為高雄市的財政狀況很差 大家都知道 所以當洪東偉副市長 他在行政院會跟賴魁提出說 那可不可以 這400多億的超收的稅 有一些來補助地方的時候 卻被賴魁打臉 賴魁說 這是我們中央剩餘的 你不要來跟我搶這筆錢 賴魁說這個錢是我們中央剩的 跟地方沒有關係 他把中央跟地方畫得非常清楚 那地方怎麼樣來對 有辦法從中央來得到一些多餘的補助 所以其實民進黨政府他是把國庫變家庫 就是說我自己來決定我這筆錢怎麼用 那為什麼 那我可以由我要操作的方式 我為了要明年選舉 或者增加我的一個民調的上升等等 所以說我覺得 小英他在這400億的用途上 我覺得他本來認為說我把這個當紅包發下去 讓台灣人民可以去消費 也是刺激經濟的方法 可是他不知道說這兩三年他的執政 台灣現在的經濟狀況 讓台灣人民沒有辦法去認同 你小英政府這幾年的施政 尤其在經濟方面 所以他提了這個紅包 完完全全被打槍 後來才那麼多他們的立委出來 因為反正他也知道 要換行政院長了對不對 只是不知道早跟晚的事情而已 所以我覺得說400億到底怎麼花 現在又說要用經濟建設 又要防治非洲豬瘟 現在已經全部都從長計億了 全部都從長計億了 這三個方向 就是不知道要做什麼了 就不知道要做什麼 反正反而就亂掉了 就知道了